疫情紧张,但是关怀弱势的行动仍不停歇 吉安相公所整合了许多企业社团 捐赠的爱心物资,15号进行了发放 但是为了加强防疫,也首度采用了分流管制作业来发放 甚至在民众到现场也不用下车 由工作人员直接把物资送到车上 避免不必要的人群接触 吉安相公所近日受到许多企业社团的爱心挹注 募集到900份的民生物资要发送给乡内的弱势家庭 但是在肺炎疫情紧张时刻,爱心发放活动不能提携 相公所首度采用分流管制方式 在户外设置领取点,让民众错开时间,分开地点来领取 针对了我们的弱势的救助,我们也不能停等 在我们疫情前,我们今天发放了900份防疫弱势家户的生活物资 我们利用了分流分区,不停留,而且用我们的这个联名制的卡片 来作为一个发送的方法 那我们希望在防疫期间,跟我们的乡亲一起手牵手心连心 这是一个过渡期,各位乡亲,我们只有在这个时候自救才能救人 针对我们解恩乡公所所办理的大型活动,目前都已经暂停 连我们的运动爱台湾的户外的提示呢 以及啊,未来我们的浩克艺术村是不是也会准备呢 来作为暂停管设的这个部分 我们会在官网上来做公布 我们希望我们一起来携手度过这样的一个防疫的难关 民众依照指定分配的时间来到指定的地点 工作人员立即上前喷酒精消毒、量体温还有食联制收卡 甚至于直接就把物资送到民众的车上 避免不必要的人群接触 既然想让游所真表示 相公所会持续加强环境消毒和防疫作为 也请民众要注意自己的防护措施 共同来度过艰困的防疫时期 介络会简相报道